Charles Christopher Hill生于1948年 居住在加州洛杉矶的Santa Monica海滩 那里是美国西海岸著名的艺术家居基地 从80年代初期就开始在世界各地举办画展 他的作品被许多著名的博物馆收藏 像巴黎的世利现代艺术博物馆 丹麦路易斯安娜现代艺术博物馆 洛杉矶的俊丽艺术博物馆 还有纽约的古根汉博物馆和现代艺术博物馆 我非常荣幸能邀请到Charles成为一海藏家 线下艺术空间在2023年举办的第一个艺术家歌展 为此我曾经两次去到他的工作室探访 Charles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 他耐心地为我介绍过去几十年的创作经历 和展示他作品的制作过程 他并不在意这些东西被别人看过之后模仿 因为他用了40年的时间专注在这上面 这可不是谁可以在一朝一夕就可以学会掌握的 当时用这种报纸的材质应用到自己的创作当中去呢 When I was a student in the university I didn't have a lot of money for materials and somebody gave me it's just the paper that newspapers are printed on and it's a rough material made out of wood fiber I decided that I would somehow since I had a lot of this material try to use it and I incorporated newsprint with a sewing machine because a sewing machine is something you don't associate with paper So I started sewing my artwork together with a sewing machine and using paper 他的作品呢非常有特色 辨识度很高 这四幅作品呢应该是Charles近期最新创作的 这种材质呢是翻布 碳酸钙跟石膏混合在一起呢 会把整个翻布的很多的纹理覆盖 而且营造成一种非常有质感的这种基底的效果 Charles再把之后的这种图形呢 喷毁在上面 这几组作品呢是应该在我们2月到3月 Charles的展览上应该会跟大家面试 一会儿呢我们就进到Charles的工作室 他会大概介绍一下他工作时候的这个状态 我说想起来啊 他这个一个人到现在这个年龄了 每天都在继续的工作 而且据说他没有助手 只有他一个人完成这些材料的准备 后期的打磨 做品的一些妆况 真的让我很感动 So this has been painted And I have to make it smooth And to get it smooth I use just this sander 这种画面底层进行打磨 打磨过后呢 这个平面就摸起来非常的光滑 感觉到这个图形跟这个底层 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融合的作用 而且呢还会产生一种光韵 阴影效果又塑造了一种立体感 So if you are small pieces, you do this Like Jade, yes Charles呢会在一些小的作品当中呢 会应用这个工具 然后局部地区呢进行打磨 这个呢我感觉特别像石英式或者玉的一种吧 感觉它非常坚硬 然后打磨之后呢 这种小的作品当中就会出现了光泽感 但是如果像这么大的作品呢 这种小的笔肯定是不实用了 Charles就会利用像这种麻布 垫在整个这个打磨的工具下面 让它的作用的面积会更大 而且呢产生的效果会更快 And I can put this burlap on here And the small pieces I did by hand 打磨之后呢 它就会马上出现一种光泽 很平滑的这种效果 这些麻布就是已经被磨成了这样的很多的洞 都已经是被废弃掉的 全部都是橄标的 这就是2015年 所有研究 所有想法 这就是我现在在作用的写作 在创作过程当中呢 进行了一些习作 其实这就是艺术家的可归之处 在他的创作过程当中 他可能要经历一个漫长的阶段 去尝试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方式 不同的颜色 材质 图形 绘画方法 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最终他会选择他认为最好的 所以说呢 每一个艺术作品背后都有艺术家付出了非常多的时间和辛苦 当然说了任何一个技术在他熟练掌握之前呢 都要经过一个过程 你看像这幅作品当中呢 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小洞 这种小洞呢 磨的过程当中呢 就是磨透了 把这个画面整个磨穿了 这就成为一个草稿 像这种作品呢 首先经过这个过程把这个整个底色压制出来以后呢 要等待它干的过程当中呢 要想图形 然后之后呢 再把它整体化进行打磨呀 上光啊 这每个过程当中都不可以出现疏漏 所以说呢 就像我们眼睛能够看到的每一副成品背后 都积累了艺术家非常长的时间和这种探索 就像中国一举老花讲的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这些作品呢 大概都是Charles在2015年左右时候创作的 Charles的泰坦是大概在一二一三年左右去世 他泰坦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艺术家 他一直是洛杉矶郡立博物馆 专门研究唐卡的一名这个研究人员 所以说我们在他的绘画作品当中 能够看到很多颜色 其中很多的这种图形摆放 都是带有很强烈的喜马拉雅的特色 在整个Charles的创作历程当中 到现在他已经是74岁 就像毕加索 他有他的蓝色时代 粉色时代 Charles也是一样 在年轻的时候呢 他可能去尝试各种的方式 把这些作品当中呢 融入更多的自己的想法和理念 到后来呢 他可能越来越简洁 在年轻的时候 在年轻的时候 他可能去尝试一下 但是怀疲到 在年轻的时候 得到了 在年轻的时候 在年轻的时候